哈囉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Chen 在微分的應用裡 除了函數做圖題之外 另一個具有挑戰性的主題就是 最佳化問題 Optimization 最大的困難點 往往在於如何把應用問題 一整趴的文字敘述 轉化為數學模型 再來就是透過 First Derivative Test 一階檔案數檢測 找出極大極小值所在之處 今天我會用兩題Optimization Problems 帶各位認識這個主題 馬上進入No.1 在畫廊看畫 站在哪裡可以得到最佳視野呢 A Painting in an Art Gallery Height H 我們就先把這幅畫 高度是H給它畫出來 再來他說Lower Age 這幅畫的底端 距離觀測者Observer 他的眼睛是高度低的地方 所以我們用這個尺 把這個觀測者的水汪汪大眼睛給畫一下 Observer就是觀測者 也就是看畫的人 那他問How far from the wall Wall就是這個牆壁 距離牆壁要多遠 觀測者才可以Get the best view 而這個題目定義的最佳視野 就是說觀測者的視線 要從畫的底端 最低點找到畫的最高點 之間的這個theta 要是最大值 而我們要找的就是 觀測者 要站在距離牆壁多遠的地方 才可以有最佳視野 所以我就先Ling我的X Be the distance from the observer to the wall 而要怎麼去找 第一個叫目標函數呢 那就是看一個應用問題裡面 有敘述到什麼什麼最大 或什麼什麼最小的那一個東西 以這題來說Maximize the angle 那就是說角度要最大 因此我就知道我的angle 就是目標函數 Objective function 再來看看題目給定的已知資訊 看起來有這個h跟d 都算是角度的對邊嘛 那theta我們可以想 它可以是這個大的角 alpha減掉小的角beta 所以我就大膽的去假設位之數 但最後我都是會把它換成單一變數的 所以不緊張 那首先alpha怎麼換呢 它是不是可以透過 arctangent來換 那是0邊跟對邊的關係 所以就說alpha是arctangent x分之h加d 0邊分之對邊 而beta一樣是有0邊對邊的關係 arctangent x分之d 別忘了x是正的 那再來因為我要把theta這個目標函數 去maximize它 也就是說極大值發生之處 那就是去找critical points 所以我就把theta去對x做一次的微分 那首先我可以把arctangent各自微分再相減 所以第一個arctangent微分是什麼呢 我們來recall一下 arctangent微分是不是就是1加x平方分之1 這個一定要記熟的 所以首先我們就把arctangent裡面的角度包起來 寫成1加1坨平方分之1 接著這個x分之h加d這一坨 是不是還要chain rule很好 那它對x的微分 這個h加d是常數 常數都是可以先提的 再來我要處理x分之1的微分 那是不是就是x平方分之負1 所以這樣子一塊一塊的把它完成 再去減掉後面的 那所以首先一樣arctangent微分 1加1坨平方分之1 再乘以x分之1的chain rule 那第一一樣是常數 我就先放在前面 x分之1的微分就是x平方分之負1 再來就是整理啦 代數整理的功夫也是很重要的 許多人會卡在這一步就很可惜 我們直接這樣子看 看分母 我把這個紅色的x平方 乘到前面這個分母 一項乘一項 x平方再加上h加d的平方 分子負的h加d就直接騰上來 再來看後面這一項 這裡有一個負號兩個負號 負負就得正啦 所以我就寫個加號 再來分母的x平方 我也乘到前面 一項乘一項 就可以剛好得到x平方加上d平方 那分子就會只剩下一個d啦 再來我把這兩項分數通分 所以我把分母線相乘 那上面放的事情是不是就是 糾差相乘 小學數學 接著我要把分子做個整理 那其實也沒有很難 一開始乘進去是不是會有個 負hx的平方 再來是負hd平方 那緊接著要注意了 負dx平方 其實是可以跟後面的dx平方 剛好消掉的 所以就不用寫了 那再乘進去一個是不是負d的3次方 那負d三方也可以跟後面這個 括號裡面有一個加d3次方 因為這裡有一個和的平方 所以一樣可以消掉 所以搞到最後 其實只剩下dh平方 再加上2hd平方 跟不上的 你也可以就是把它好好的展開 然後再好好的整理 都行 那這邊的-hd平方 加2hd平方 我可以合併成加hd平方 那再來因為我是maximize the angle function 所以我要把一次微分另乘0 這就是critical points的造法 一次微分另乘0 當然或者是不存在 但是今天這個函數不會一次微分不存在 所以我另乘0就可以了 所以set it to be 0 那我要解的東西是x 所以我就一項整理 那最後x平方等於d平方加dh 那是不是x就等於根號的d平方加dh 那當然因為負的根不合 還有x是距離嘛 要是正的也可以寫成x等於根號d倍的d加h 但是這個不一定就是答案了 我們找出critical points 難道它就是極大極小值嗎 當然不一定 我們要去做什麼做檢測 也就是first derivative test 就是為了要去測說今天找出來的critical points 這些候選人他們是不是極大值或是極小值 所以我就寫因為這個對所有的x小於critical points的地方 它的一次微分dθdx都是正的 以及對所有的x大於critical points的這個地方 它的dθdx都是負的 所以我才可以說 x等於根號d乘h加d的這個critical points 它是一個absolute maximum value 這樣子才行 我知道已經有人跟不上了 所以我在這邊好好的再闡述一下 我是怎麼判斷在critical points的左側 以及右側一次微分的正負 我們馬上切入這個地方 我們把dθdx給抓過來看 那我現在操作的其實就叫first derivative test 這個檢測它的用意就是在於 把剛剛找出來的critical points 看它左側右側的一次微分正負 對for all x 如果是小於critical points 來看它的一次微分是正的或者負的 那我們先整理這個dθdx的長相 會比較好判斷正負 我把負為取在分子提出來 剩下x平方-d平方-dh 再來我們看對所有的x小於critical points 平方之後就會小於d乘h加d 當然是因為這兩邊都是正的 我就可以直接向平方維持這個小於的關係 那我透過一個遺項可以得到 x平方-hd再-d平方 小於0 也就是negative 那前面是不是還有一個負號 啊負負就得正啊 dθdx是正值 所以在x的左側其實一次微分是正的 那接著就要看這個critical points的右側了 也就是對所有的x大於 對於根號d乘h加d的地方 我用一樣的方法 我兩邊平方一樣維持大於的關係 那我透過一項整理就看到x平方-dh-d平方 是正的 那這個正值 馬上看上來這個括號 是正的 那前面是不是還有一個負號啊 那負正就得負啊 因此啊 我可以說在critical points的左側 一次微分為正 一次微分是正的代表 increasing地增 而在critical points的右側 一次微分為負值 又代表decreasing 該區間地減 那左側地增 右側地減 經過的這個critical points 是不是就是absolute maximum value 那當然因為我是看for all x 我可以看出一個絕對的極大值 那如果你是看xNear這個critical points的地方 就不是看所有的x的話 那那個時候就是local maximum value了 有機會我會再好好的細講這個部分 好的 所以我們究竟要站在離牆多遠處 才可以得到最佳視野呢 就是根號d乘以h加d的地方 下面一位 No.2 圖形體 P點該區在哪 才能得到最大角度呢 Where should the point P be chosen on the line segment AB so as to maximize the angle theta 那目標函數怎麼找呢 是不是就是他說 什麼什麼最大 或什麼什麼最小的那一句話 也就是 maximize the angle theta 因為 theta就是我的 objective function 我們先來感受一下題目的意思 如果我P'取在這個點 那麼我所對應出來的角度就是θ' 如果我的P'取在這個點的話 那我所對應的角度呢 就會是θ' 因此我要在AB線段上取一個最好的P點 使得我的這個角度可以是最大的 看到這邊有一個平角180度 所以我就設alpha 設beta 那麼這三個角度之合 是不是就是180度呢 那我寫成π進 radi 而θ是我的目標函數 我要把它一項整理出來 所以θ呢就等於π-α 再減掉beta 那雖然我一開始設了兩個未知數 但說過了 最後一定可以化為單一變數的 所以看這個alpha可以怎麼轉出來咧 如果我設AP線段叫x 那麼alpha是不是可以用arctangent去換出來呢 剛剛前一題教過的 所以是arctangent 0邊分之對邊x分之5 再減去 那β也可以用0邊跟對邊的關係 arctangent 3-x分之2 這樣我就建構出一個 以x來表示的θ的函數了 single variable 所以我把這個θ寫成θ in terms of x 那他說要maximize it 找出critical point 那一開始的π的微分就0了 那這個減號放著 arctangent微分 1加1坨平方分之1 x分之5再 chain rule x平方分之5 寫下來 再減去 arctangent微分 1加1坨平方分之1 圈起來的 記得chain rule 3-x平方分之-2 但是別忘了 3-x還要再chain rule again 所以又會有一個-1跑出來 哇這個負號真的是很容易漏掉 這邊-負負得正 5就放過來 一樣分母的x平方 乘到前面的分母 1項乘1項 x平方加25 再來看後面 負負負 3個負號 那就是負的 這個2放過來 分母的3-x括號平方 也可以乘進前面的分母 1項乘1項 3-x的平方再加4 那我要critical points 所以我就set it to be 0 那是不是就代表 這兩項要相等 那我就交叉相乘 得到等式 順勢的把這個3-x平方給展開 乘進去 45-30x加5x平方加20 等於2x平方加50 先看平方向 這邊4x平方 再看常數向 45加20 65 再減掉50 就是15啦 再除一個3 得到這個1元2次方乘4 那各位看看 能不能十字交乘啊 不太好交嘛 所以我就用公式解x等於2a 分之負B 加減根號B平方解4ac 那這邊的根號80 我寫成4根號5 就可以順勢的分子分母 約一個2啦 5加減2根號5 約定命運的回合 終於來了 這題是對是錯就看這裡啦 你要取加的這個根 還是減的這個根呢 很多人就直接選 一定是加的嘛 因為加的就是正的啊 那可不一定哦 因為這兩個其實都是正的啊 難道兩個都取嗎 那當然也不對啊 大家注意看 今天這個P點 是在AB線段上移動 x是小於3的 而5加2根號5 一定大於3啊 所以我們要choose x是5-2根號5的這個根 因為the root with the positive sign is larger than 3 所以這一題除了要注意哦 要選正的值之外 也要選那個小於3的這個根 那這個是我們要的Critical Points 但我們是不是要檢測它 好 Check it by first derivative test dθ dx 我們把它拉過來 那我們做一個代數化解整理 把兩個分式通分成一個分式 好這樣子我們比較好看一次微分的正負 好的 差不多了 把分子提出一個3出來 這樣會比較好看那個一次微分的正負 這邊提供一個小技巧 可以這樣看 這個x平方-10x加5 是不是一個 二次函數 所以我就畫一個開口向上的拋物線 那它跟xo的兩個焦點 其實就是我剛剛公式解出來的 x等於5加減2更號5 那我們只要在這個x有定義的地方 選取就可以了 也就是x從0到3的這一段區間 對於那些x小於5減2更號5的一次微分 其實是不是看到圖形都在xo上方 所以都是正的 而對於x大於5減2更號5的地方 所對應的這個拋物線圖形是不是都在xo下方 所以是負值 那就代表一次微分是負的 可以用這個方法快速的看出正負 所以在critical points的左側一次微分為正 在critical points的右側一次微分為負 那從地增到地減 經過的critical points就會是maximum value so theta is maximized when AP好這個線段 segment AP 或者說x是等於5減2更號5的地方 這樣子我們就完成這一題吧 以上就是今天的2題 optimization problems 這2題出自Jane Stewart的微積分原文書 不知道有沒有人看過 在處理最佳話問題時 其實第一步驟應該是耐著性子 好好把整個題目讀完 我知道有些學生看到整段英文敘述 就開始頭痛了 但今天我也給了一些小tips抓出關鍵的句子 建立目標函數 並確實知道 first derivative test的使用方式 找出極大奇效果 掌握這些關鍵 最佳話問題就能變成最簡單問題啦 未來可能還會拍最佳話問題 喜歡這部影片記得按個喜歡讓我知道 也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我是Jane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啦